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截至11月25日当周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7000人至21.8万人 失业率虽然从历史上看仍在低水平 但已经开始上升 而且薪资上涨也已经趋冷 尽管一些企业 尤其是贸易行业仍在努力填补空缺职位 但各行各业招聘人手的紧迫性已经普遍下降 经济学家指出 11月份失业率有升至4.0%的风险 全美房地产经济商协会11月30日报告显示 二手房10月份签约量指数下降1.5%至71.4% 为2001年有该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表明二手房市场受到高企的借贷成本和房价的双重打击 10月份未经调整的二手房签约量同比下降6.6% 抵押贷款利率接近200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再加上房价仍然高企 库存不足 使得潜在买家保持观望 由于房贷利率所定在低得多的水平的房主 仍然不愿挂牌出售物业 房源匮乏也抑制了交易活动 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表示 自2021年7月1日以来 地方政府使用该州提供的4亿1500万美元的资金 清理了5679个位于州公路上的露营地 并将露营者安置到住房 现在 州政府又将向地方政府额外提供2亿9900万美元 以巩固州政府取得的进展 并为约1万名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 新拨款的一半将优先用于加州公路上的露营地 帮助确保州公路对所有人都安全可靠 加州公路局正在努力给在其道路上无家可归的人们 提供当地合作伙伴提供的更安全 更稳定的住房条件 由州长纽森和立法机构设计的露营的解决金 政府预算总共拨款7亿5000万美元 用于帮助约23000名生活在危险环境中的街头无家可归者 11月30日路透社援引三名直接了解恒大债务问题人士的消息表示 负债累累面临破产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 正在做最后的债务重组努力 以避免几天后可能被香港法庭下令清盘 上个月在原来的重组计划失效后 香港的一名法官表示 这家债务违约公司必须在12月4日香港法庭听证会之前 向境外债权人提交一份具体的修订后的债务重组方案 消息人士称 在香港高等法院就清算申请做出裁决之前 恒大集团本周提出 将境外债权人持有的部分债务转换为恒大和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 并以境外资产支持的不可交易凭证偿还其余债券 新的重组方案还将向债权人提供恒大地产17.8%的股份 但鉴于投资回收前景暗淡 以及对开发商未来的担忧日益加剧 债权人不太可能接受恒大的新提议